话说相邻见众人正说笑,他便迎上去笑道,你们看这一首,若使得,我便还学,若还不好,我就死了这作诗的心了。 说着,把诗帝与黛玉集众人看时,只见写道是,金华玉颜料应难,影子涓涓破字函,一片针锹千里白,半轮机唱舞庚残。 绿缩江上秋文笛,红袖楼头叶已拦,博德嫦娥应借问,缘何不实勇团圆? 众人看了笑道,这首不但好,而且心巧有异趣,可知俗语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社里一定请你了,相邻听了心下不信,撂着是,他们蛮红自己的话,还只管问黛玉宝钗等。 正说之间,只见几个小丫头并老婆子茫茫地走来,都笑道,来了好些姑娘奶奶们,我们都不认得,奶奶姑娘们快认亲去。 李丸笑道,这是那里的话,你到底说明白了是谁的亲戚? 那婆子丫头都笑道,奶奶的两位妹子都来了,还有一位姑娘,说是薛大姑娘的妹妹,还有一位爷,说是薛大爷的兄弟。 我这会子请姨太太去呢,奶奶和姑娘们先上去吧。 说着,一进去了,宝钗笑道,我们薛柯和她妹妹来,了不成。 李丸也笑道,我们婶子又上京来了不成,他们也不能凑再一处,这可是奇事。 大家纳闷,来至王夫人上房,只见乌鸦鸦一地的人。 原来行夫人之兄扫带了女儿秀燕进京来投行夫人的,可巧凤姐之兄王人也正进京,两亲家一处打帮来了。 走至半路搏船时,正遇见李丸之寡沈带着两个女儿。 大名李文,四名李启,也上京,大家续起来又是亲戚,因此三家一路同行。 后有薛盘之从地薛科,因当年父亲在京时已将包媚薛宝勤许配都中梅汉林。 知子为婚,正遇进京发嫁,文德王仁进京,他也带了妹子随后赶来。 所以今日会齐了来访头个人亲戚,于是大家见李续过,贾母王夫人都欢喜非常。 贾母因笑道,怪到昨日晚上灯花爆了又爆,结了又结,原来因到今日, 一面续歇家常,一面收看带来的礼物,一面命留酒饭。 奉姐儿子不必说,忙上家忙,李婉宝钗自然和神母姊妹续离别之情。 待遇见了,先是欢喜,伺候想起众人皆有亲眷。 独自挤孤单,无个亲眷,不免又去垂类,宝玉深知其情,十分,劝慰了一番方霸。 然后宝玉茫茫来至宜宏院中,向席人,摄月,秦文等笑道,你们还不快看人去。 谁知宝姐姐的亲哥哥是那个样子,他这叔伯兄弟形容举指令是一样了,倒像是宝姐姐的同胞弟兄似的。 更其在你们成日节只说宝姐姐是绝色的人物。 你们如今瞧瞧他这妹子,更有大嫂嫂这两个妹子,我竟形容不出了。 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 可知我井底之蛙,成日节自说现在的这几个人是有一无二的。 谁知不必远寻,就是,本地风光,一个塞四一个。 如今我又长了一层学问了,除了这几个,难道还有几个不成? 一面说,一面自笑自叹,习人见他又有了魔意,便不肯去瞧。 秦文等早去瞧了一便回来,处处笑向习人道,你快瞧瞧去。 大太太的一个侄女儿,宝姑娘一个妹妹,大奶奶两个妹妹,倒像一把子似根水葱儿,一语未了。 只见探春也笑着进来找宝玉,一说道,咱们的诗舍可兴旺了。 宝玉笑道,正是呢,这是你一高兴起诗舍,所以鬼使神拆来了这些人。 但只,一见,不知他们可学过作诗不曾。 探春道,我才都问了问他们,虽是他们自谦,看其光景。 没有不会的,便是不会也没难处,你看香灵就知道了。 习人笑道,他们说薛大姑娘的妹妹更好。 三姑娘看着怎么样? 探春道,果然的话,据我看,连他姐姐并这些人总不及他。 习人听了,又是诧异,又笑道,这也奇了。 还从那里再好的去呢? 我倒要瞧瞧去。 探春道,老太太一见了,喜欢的无可不可,已经逼着太太认了干女儿了。 老太太要养,活,才刚已经定了。 宝玉喜的盲问,这果然的。 探春道,我几时说过谎。 又笑道,有了这个好孙女儿,就忘了这孙子了。 宝玉笑道,这道不妨,原该多疼女儿些才是正理。 明儿十六,咱们可该起设了。 探春道,林丫头刚起来了。 二姐姐又病了。 终是七上八下的。 宝玉道,二姐姐又不大作诗。 没有她又何妨。 探春道,月姓等几天。 她们新来的混熟了。 咱们腰上她们岂不好? 这惠子大嫂子宝姐姐心里自然没有诗性的。 况且香,云没来。 平儿刚好了,人人不合适,不如等着云丫头来了。 这几个新的也熟了。 平儿也大好了。 大嫂子和宝姐姐心也闲了。 香灵师也长进了。 如此妖艺满社起不好。 咱们两个如今前往老太太那里去听听。 除宝姐姐的妹妹不算外。 她一定是在咱们家住定了的。 躺货那三个要不在咱们这里住。 咱们央告着老太太留下她们在园子里住下。 咱们岂不多天几个人。 月发有趣了。 宝玉听了。 喜得眉开眼笑。 忙说道。 倒是你明白。 我终究是个糊涂心肠。 空喜欢一。 惠子,却想不到这上头来。 说着,兄妹两个一起往贾母处来。 果然王夫人已认了宝琴做干女儿。 贾母欢喜非常。 连园中也不命住。 晚上跟着贾母一处安寝。 薛科自向薛盘书房中住下。 贾母便和行夫人说。 你侄女儿也不必家去了。 园里坠天。 逛逛再去。 行夫人凶嫂家中园艰难。 这一上经。 园仗的是行夫人与他们制房舍。 帮盘缠。 听如此说。 岂不愿意。 行夫人便将绣燕交与凤姐儿。 凤姐儿愁算得园中姊妹多。 性情不一。 且又不便另舍一处。 莫若颂道。 迎春一处去。 唐日后行绣燕有些不遂意的事。 纵然行夫人知道了。 与自己无干。 从此后若行绣燕家去住的日期不算。 若在大官园住到一个月上。 凤姐儿依照迎春的分离送一分与绣燕。 凤姐儿冷眼占之多绣燕心性为人。 竟不像行夫人及他的父母一样。 却是温厚可疼的人。 因此凤姐儿又连他家贫命苦。 比别的姊妹多疼他些。 行夫人倒不大理论了。 贾母王夫人因素洗礼完贤惠。 且年轻守节。 令人敬服。 今见他寡婶来了。 便不肯令他外头去住。 那离婶虽十分不肯。 无奈贾母执意不从。 只得带着李文离起在稻乡村住下来。 当下安插既定。 谁知宝林侯使奈又牵尾了外省大员。 不日要带了家眷去上任。 贾母因舍不得湘云。 便留下他了。 接到家中。 原要命凤姐儿另设一处与他住。 使湘云执意不肯。 只要与宝钗一处住。 因此就罢了。 此时大官员中比先更热闹了多少。 李丸为首。 与者迎春、探春、西春、宝钗、黛玉、香云、礼文、礼起、宝琴、行秀烟。 在天上奉姐儿和宝玉。 一共十三个。 续起年羹。 处理完年纪最长。 他十二个人皆不过十五六七岁。 或有这三个童年。 或有那五个共岁。 或有这两个童月童日。 那两个童刻童时。 所差者大半是十刻月分而已。 连他们自己也不能细细分析。 不过是弟兄姊妹四个字随便乱叫。 如今香灵正满心满意只想作诗。 又不敢十分裸造宝钗。 可巧来了个使湘云。 那时香云又是极爱说话的。 那里进得起香灵又请教他谈诗。 月发高了心。 梅皱梅夜高谈阔论起来。 宝钗音笑道。 我实在过躁得受不得了。 一个女孩家。 只管。 拿着诗作正经事讲起来。 叫有学问的人听了。 反笑话说不守本分的。 一个香灵没闹清。 天又添了你这么个话口袋子。 满嘴里说的是什么。 怎么是渡公部之陈遇。 为苏州之淡雅。 又怎么是温巴叉之奇米。 李毅山之隐僻。 放着两个县城的施迦不知道。 提那些死人做什么。 香云听了。 盲笑问道。 是那两个。 好姐姐。 你告诉我。 宝钗笑道。 呆香灵之辛苦。 封香云之话多。 香云香灵听了。 都笑起来。 正说着。 只见宝琴来了。 披着一铃斗篷。 金翠辉煌。 不知何物。 宝钗盲问。 这是那里的。 宝钗笑道。 阴下雪珠。 老太太找了这一件给我的。 香灵上来瞧道。 怪到这么好看。 原来是孔雀毛之的。 香云道。 那里是孔雀毛。 就是野鸭子头上的毛做的。 可见老太太疼你了。 这样疼宝玉。 也没给她穿。 宝钗道。 真俗语说个人有缘法。 她也在想不到她这会自来。 既来了。 又有老太太这么疼她。 香云道。 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 就在园里来。 这两处只管玩笑吃喝。 到了太太屋里。 若太太在。 屋里。 只管和太太说笑。 多做一回无妨。 若太太不在屋里。 你别进去。 那屋里人多心坏。 都是要害咱们的。 说的宝钗。 宝琴。 香灵。 婴儿等都笑了。 宝钗笑道。 说你没心。 却又有心。 虽然有心。 到底嘴太直了。 我们这琴儿就有些像你。 你天天说要我做亲姐姐。 我今儿竟叫你认她做亲妹妹罢了。 香云又瞅了宝琴半日。 笑道。 这一件衣裳也只配她穿。 别人穿了。 实在不配。 正说着。 只见琥珀走来笑道。 老太太说了。 叫宝姑娘别管紧了琴姑娘。 她还小呢。 让她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要什么东西只管要去。 别多心。 宝钗忙起身答应了。 又推宝琴笑道。 你也不知是那里来的福气。 你倒去吧。 仔细我们委屈着你。 我就不信我那些儿不如你。 说话之间。 宝玉带玉都进来了。 宝钗游自嘲笑。 香云因笑道。 宝姐姐。 你这话虽是玩话。 恰有人真心是这样想呢? 琥珀笑道。 真心恼得再没别人。 就只是她。 口里说。 手指着宝玉。 宝钗湘云都笑道。 她倒不是这样人。 琥珀又笑道。 不是她。 旧。 是她。 说着又指着黛玉。 香云便不择声。 宝钗忙笑道。 更不是了。 我的妹妹和她的妹妹一样。 她喜欢的比我还疼呢? 那里还恼。 你信口而混说。 她的那嘴有什么识句。 宝玉素席深知黛玉有些小幸儿。 且尚不知近日黛玉和宝钗之事。 正恐贾母疼宝琴她心中不自在。 金剑香云如此说了。 宝钗又如此答。 在沈渡黛玉声色亦不似往时。 果然与宝钗之说相符。 心中闷闷不乐。 音响。 她两个素日不是这样的好。 金看来竟更比他人好十倍。 一时林黛玉又敢。 着宝琴叫妹妹。 并不提名道姓。 只是亲子妹一般。 那宝琴年轻心热。 且本性聪明。 自幼读书十字。 今在贾府住了两日。 大概人物已知。 又见朱姊妹都不是那轻薄之粉。 且又和姐姐结合气。 故也不肯怠慢。 其中又见林黛玉是个出类拔萃的。 便更与黛玉亲近一场。 宝玉看着只是暗暗的呐喊。 一时宝钗姊妹往缺姨妈房内去后。 香芸往贾母处来。 林黛玉回房歇着。 宝玉便找了黛玉来。 笑道。 我虽看了西香记。 也曾有明白的几句。 说了取笑。 你曾恼过。 如。 今想来。 竟有一句不解。 我念出来你讲讲我听。 黛玉听了。 便知有文章。 音笑道。 你念出来我听听。 宝玉笑道。 那闹箭上有一句说的最好。 是几时梦光接了梁洪案。 这句最妙。 梦光接了梁洪案这五个字。 不过是现成的点。 难为他这是几时三个虚字问的有趣。 是几时接了。 你说说我听听。 黛玉听了。 禁不住也笑起来。 音笑道。 这缘问得好。 他也问得好。 你也问得好。 宝玉道。 先使你质疑我。 如今你也没得说。 我反落了。 但。 黛玉笑道。 谁知他竟真是个好人。 我素日只当他藏奸。 音把说错了九令起。 连宋燕窝病中所谈之事。 细细告诉了宝玉。 宝玉方之缘故。 音笑道。 我说呢。 正纳闷是几时梦光接了梁洪案。 尹号。 原来是从小孩二口没遮拦就接了案了。 黛玉音又说起宝琴来。 想起自己没有姊妹。 不免又哭了。 宝玉盲劝道。 你又自寻烦恼了。 你瞧。 今年比旧年月发瘦了。 你还不保养。 每天好好的。 你必是自寻烦恼。 哭一会子。 才算完了这一天的事。 黛玉事累道。 近来我只觉心酸。 眼泪却像比旧年少了些的。 心里只管酸痛。 眼泪却不多。 宝玉道。 这是你哭惯了心里疑的。 岂有眼泪会少的。 正说着。 只见他屋里的小丫头子送了心情沾斗棚来。 又说。 大奶奶才打发人来说。 下了雪。 要商议明日请人作诗呢。 一语未了。 只见理完的丫头走来请黛玉。 宝玉便邀着黛玉同往到乡村来。 黛玉换上掐金挖云红香羊皮小靴。 照了一件大红雨沙面白狐狸里的鹤场。 竖一条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一掏。 头。 上照了雪帽。 二人一起踏雪行来。 只见众姊妹都在那边。 都是一色大红星星沾鱼与毛断斗棚。 独里玩穿一件青多罗那对金挂子。 薛宝钗穿一件连青斗纹锦上天花阳线翻丝的鹤场。 行秀烟仍是家常旧衣。 并无避雪之衣。 一时使香云来了。 穿着贾母与她的一件雕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发烧大挂子。 头上带着一顶蛙鱼鹅黄片金里大红星形沾昭军套。 又围着大雕鼠风铃。 黛玉仙笑道。 你们瞧瞧。 孙行者来了。 她一般的也拿着雪挂子。 故意装出个小骚。 打子来。 香云笑道。 你们瞧瞧我里头打扮的。 一面说。 一面脱了挂子。 只见她里头穿着一件半新的靠色三香领袖秋香色盘金五色绣龙窄看小绣眼睛银鼠短袄。 里面短短的一件水红装断壶浅褶子。 腰里紧紧竖着一条蝴蝶结子长碎五色公韬。 脚下也穿着陆皮小靴。 月显的风腰圆背。 贺氏狼行。 众人都笑道。 天他只爱打扮成个小子的样儿。 远比他打扮女儿更俏丽了些。 香云道。 快商议作诗。 我听听是谁的东家。 李丸道。 我的主意。 想来佐尔。 的正日已过了。 再等正日又太远。 可巧又下雪。 不如大家凑个设。 又替他们接风。 又可以作诗。 你们意思怎么样? 宝玉仙道。 这话很是。 只是今日晚了。 若到明儿。 情了又无趣。 众人看到。 这雪未必情。 纵情了。 这一夜吓得也够赏了。 李丸道。 我这里虽好。 又不如卢雪安好。 我已经打发人龙的抗去了。 咱们大家拥卢作诗。 老太太想来未必高兴。 况且咱们小玩意儿。 单给凤丫头个信就是了。 你们每人一两银子就够了。 送到我这里来。 纸。 浊香灵。 宝琴。 李文。 李起。 秀烟。 五个不算外。 咱们里头二丫头病了不算。 四丫头告了贾也不算。 你们四分子送了来。 我包总五六两银子也进够了。 宝钗等一起应诺。 因诱你提现运。 李文笑道。 我心里自己定了。 等到了明日零期。 横竖知道。 说必。 大家又闲话了一回。 方往贾母处来。 当日无话。 到了次日一早。 宝玉因心里记挂着这事。 一夜没好生的睡。 天亮了就爬起来。 掀开帐子一看。 虽门窗上眼。 只见窗上光辉夺目。 心内早愁愁起来。 埋。 愿定是晴了。 日光已出。 一面盲起来接起窗屁。 从玻璃窗内往外一看。 原来不是日光。 竟是一夜大雪。 下江有一尺多厚。 天上仍是催眠扯蓄一般。 宝玉此时欢喜非常。 盲唤人起来。 灌树已毙。 只穿一件茄色多罗那狐皮凹子。 照一件海龙皮小小鹰绑挂。 竖了腰。 披了玉针缩。 带上金藤粒。 登上砂糖机。 茫茫的往鲁雪安来。 出了院门。 四顾一望。 并无二色。 远远的是轻松脆竹。 自己却如装在玻璃盒内一般。 于是走至山坡之下。 顺着山脚刚转过去。 以闻的衣。 骨寒相伏笔。 回头一看。 恰是庙宇门前龙翠庵中有十树珠红莓如烟之一般。 映着雪色。 分外显得精神。 毫不有趣。 宝玉便立住。 细细地赏完一回方走。 只见风妖搬桥上一个人打着伞走来。 是李丸打发了请凤姐而去的人。 宝玉来至鲁雪安。 只见丫鬟婆子正在那里扫雪开净。 原来这鲁雪安盖在荣山临水河滩之上。 一带几间。 毛眼土壁。 紧离竹友。 推窗便可垂掉。 四面都是芦苇眼妇。 一条去尽微移穿芦杜尾过去。 便是偶香榭的竹桥了。 众丫环婆子见她披缩带。 立而来。 却笑道。 我们才说正少一个渔翁。 如今都全了。 姑娘们吃了饭才来呢? 你也太兴急了。 宝玉听了。 只得回来。 当至沁方亭。 见探春正从秋爽斋来。 围着大红星形沾斗棚。 带着观音兜。 扶着小丫头。 后面一个妇人打着青筹游散。 宝玉知她往贾母处去。 便立在亭边。 等她来到。 二人一同出园前去。 宝琴正在礼间房内梳洗更衣。 一时种姊妹来起。 宝玉直染饿了。 连连催饭。 好容易等摆上来。 头一样菜便是牛乳蒸羊糕。 贾母便说。 这是我们有年。 记得人的药。 没见天日的东西。 可惜你们小孩子们吃不得。 金儿另外有新鲜鹿肉。 你们等着吃。 众人答应了。 宝玉却等不得。 只拿茶泡了一碗饭。 就着野鸡瓜子茫茫的腌完了。 贾母道。 我知道你们金儿又有事情。 连饭也不顾吃了。 便叫留着鹿肉与她晚上吃。 凤姐忙说还有呢? 方才罢了。 使香云便巧和宝玉计较道。 有新鲜鹿肉。 不如咱们要一块。 自己拿了园里弄着。 又玩又吃。 宝玉听了。 巴不得一声儿。 便真和凤姐要了一块。 命婆子。 送入园去。 一时大家散后。 进园其网卢雪安来。 听理玩出提现运。 独不见香云宝玉二人。 黛玉道。 他两个再道不了一处。 若到一处。 生出多少故事来。 这惠子一定算计那块鹿肉去了。 正说着。 只见黎神也走来看热闹。 英文里玩道。 怎么一个黛玉的歌和那一个挂金麒麟的姐儿。 那样干净清秀。 又不少吃的。 他两个在那里商议着要吃生肉呢。 说的有来有去的。 我只不信肉也生吃的的。 众人听了。 都笑道。 了不得。 快拿了他两个来。 黛玉笑道。 这可是云丫头闹的。 我的挂载不错。 李丸等忙出来找着他两个说道。 你们两个要吃生的。 我送你们到老太太那里吃去。 那怕吃一只生鹿。 称病了不与我相干。 这么大雪。 怪冷的。 替我做货呢。 宝玉笑道。 没有的事。 我们烧着吃呢。 李丸道。 这还罢了。 只见老婆子们拿了铁炉。 铁叉。 思蒙来。 李丸道。 仔细割了手。 不许哭。 说着。 同探春进去了。 凤姐打发了平儿来回复不能来。 未发放年利正忙。 湘云见了平儿。 那里肯放。 平儿也是个好玩的。 素日跟着凤姐儿无所不至。 见如此有趣。 乐得玩笑。 因而退去手上的镯子。 三个围着火炉儿。 便要先烧三块吃。 那边宝钗带玉平素看惯了。 不以为意。 宝琴等级李沈身为喊事。 探春与李丸等已议定了提韵。 探春笑道。 你闻闻。 香气这里都闻见了。 我也吃去。 说着。 也找了他们来。 李丸也随来说。 刻意齐了。 你们还吃不够。 湘云一面吃。 一面说道。 我吃这个方爱吃酒。 吃了酒才有失。 若不是这路肉。 金儿段不能作失。 说着。 知。 见宝琴披着扶叶球站在那里笑。 湘云笑道。 傻子。 过来尝尝。 宝琴笑说。 怪脏的。 宝钗道。 你尝尝去。 好吃的。 你灵姐姐若。 吃了不消化。 不然她也爱吃。 宝琴听了。 便过去吃了一块。 果然好吃。 便也吃起来。 一时凤姐儿打发小丫头来叫平儿。 平儿说。 使姑娘拉着我呢。 你先走吧。 小丫头去了。 一时只见凤姐也披了斗篷走来。 笑道。 吃这样好东西。 也不告诉我。 说着也凑着一处吃起来。 黛玉笑道。 那里找这一群花子去。 罢了。 罢了。 今日鲁雪安遭结。 生生被云丫头捉见了。 我为鲁雪安一大哭。 湘云冷笑道。 你知道什么? 是真名是自风流。 尹号。 你们都是假清高。 最可厌的。 我们这会自新山大吃大脚。 回来却是紧心袖口。 宝钗笑道。 你回来若做得不好了。 把那肉掏了出来。 就把这血压的芦苇子塞上些。 已完此劫。 说着。 尸臂。 洗漱了一回。 平儿带卓子时却少了一个。 左右前后乱找了一番。 踪迹全无。 众人都诧异。 凤姐儿笑道。 我知道这卓子的去向。 你们只管做诗去。 我们也不用找。 只管前头去。 不出三日包管就有了。 说着又问。 你们今儿做什么诗。 老太太说了。 离年又近了。 正月里还该做些灯迷而大家玩笑。 众人听了。 都笑道。 可是道忘了。 如今赶着做几个好的。 预备正月里玩。 说着。 一起来至的抗屋内。 只见背盘果菜聚已摆齐。 墙上已贴出尸体。 运脚。 革势来了。 宝玉香云二人盲看时。 只见题目是急紧连聚。 五颜排绿一首。 谢二宵运。 后面尚未列次序。 李丸道。 我不大会作诗。 我。 只起三句吧。 然后谁先得了谁先连。 宝钗道。 到底分个次序。 要枝端的。 且听下回分解。 我。 我。 感谢观看